大家好,我是温某人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Mobility Joint Gundam第二弹 那这个系列的产品概念 其实我们在第一弹就已经有完整介绍过了 所以第二弹部分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那首先呢,它是SD钢弹系列的核丸 但是呢,它跟目前SD钢弹核丸的主力 就是Mobility Source Ensemble系列相比之下 虽然说尺寸跟比例蛮相近的 但是呢,它有两点决定性的不同 第一个在于说呢,它是有内骨架的 而且是硬塑胶 因此呢,它关节紧实度其实会比Mobility Source Ensemble更好 那第二个呢,它是有武器装备 但是呢,它还进一步会有像这样子的外挂武装 所以呢,像这一次的牛缸 它就可以重现HWS的重武装形态 好,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配率的部分 那因为每一中和其他配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那这一次我重复的呢 首先是SASABBI 以及呢,这个牛缸跟SASABBI的武器装备 那同时呢,还有这个蓝色的Kilatoka 但其他的像是牛缸的部分 它只有一个牛缸 以及呢,只有一套HWS的装备 那另外Kilatoka 其实我蛮希望这个有两支的 因为量产机嘛 多多益善 但是呢,这一次的Kilatoka 它只有一支绿色的 那当然还有它的外挂武装 好,那首先呢,看到 这个牛缸跟SASABBI 那通常呢,一个系列只要有这两支 就是超人气的机体通常就会大卖 那可见这一次呢,应该也是会卖得不错啦 毕竟是有一定的人气跟支持度 而且呢,针对这两个机体呢 它也有延伸的武器装备 那首先呢,这个第一套武装呢 它有就是牛缸的Binfinello 它的翼状感应炮 以及呢,火箭炮 还有它的光束军刀 那同时呢,还有针对SASABBI 它特别的配的这个斧头 以及呢,盾牌和长城的光束炮 这是在第一套的武器装备的部分 而第二套武器装备的部分呢 则是针对牛缸 它有另外的重装形态 就是所谓的HWS这个形态 所以它牛缸的部分呢 毕竟是主角机 所以它的武器装备算是特别多 那再来呢 这个Kilatoga的部分就有两种版本 一个是蓝色的 那这个是Lasing Shunida 这个是谁,我有点忘记了 但总之呢,算是指挥关机啦 所以头上是有个角 但是它配色是蓝色的 那小兵机的部分呢 Kilatoga它只有一支 但这两支呢,它们都可以使用 就是在这一套之中呢 它还有多附了一个重装型的外挂武装 就是EX-POS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可以再延伸它的一些背包跟武器 总之呢,它总共有四个机体 以及呢,它们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武器装备呢 都在这一套完整的重现了 好,那这开箱的过程我就拍了 就直接把它给组装起来 我们先看一下每一支的素体长什么样子 好,那么组装完成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造型 以及分色分件 那这四部机体之中呢 需要补色最多的其实是Nu-Gun 那其实Nu-Gun在历代钢弹之中呢 它的配色已经算最简单了 就主要黑白主基调 中间呢,穿插一些红色跟黄色的细节 但是呢,在这四部机体之中呢 它其实色块是最细的 它的脚部像这个黑色的部分 以及呢,还有眼睛啊 或者是呢,它的前挡这边 有一个联邦军的V字型等等 很多小细节其实都需要补色 那当然还有Amro的 以及呢,这个独角兽的logo 这些都是附了贴纸 但是呢,因为我个人不喜欢贴纸啊 所以呢,如果你需要补色的话 其实还是蛮费功的哦 那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它在分色上 其实已经比第一弹好很多了 譬如说它有蛮多地方 有做预先涂装 譬如说像下巴的红色 天线的这个黄色以及胸口 那另外呢,甚至连角 小腿旁边这四个黑色的色块 这都是另外涂装的 那包含枪的上半部 也有涂了黑色 以及呢,光束军刀的部分呢 这个粉红色它也是做涂装 但是有些结构呢,真的太细了 譬如说像很多这边 有黄色喷嘴等等 那当然没有办法做到很细的分色 以及呢,像这个发展异状感应炮的部分 它也就是一个单纯的纯色的零件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这一次还有HWS 就Heavy Weapon System的部分 它也是有很多像这样的黑色 以及红色的色块 需要做补色 虽然说它本体的颜色 还是以白色主基调为主啦 并没有太多需要补色的地方 可是呢,还是有些小地方 还是可能需要稍微笔图 或者是贴纸再贴一下 大概就零件这一些 以及它火箭炮等等 事实上火箭炮也是有一些地方需要补色 但它这部分呢,就没有附补色贴纸 以及呢,胸口这边它也是有分的红色的细节 好,大概就这一些啦 那另外呢,这一次我觉得它的Sasabi的部分 分色倒是做得很棒 那首先第一个,它身上还是有一些 就是预先涂装的部分 比如它肚脊炮 以及旁边这个输送管 那另外像它的斧头的部分 这个黄色也是涂得不错 那包含它的盾牌中间这个黑色的部分 但是呢,这个星级翁的logo 这个黄色它就没有再做涂装 以及呢,它有一些小地方的分色也是蛮精彩的 比如说像腿部 膝盖中间这块黑色 事实上它是挖一个洞 然后从里面透出黑色的零件 以及呢,像是这个Fanai的炮 就是精神感应炮的部分 这六个事实上也是由单一个零件所构成 从中间这样 从这个三个洞这样跳出来 所以呢,这个分色其实都做得相当不错 但是呢,因为Sasabi它毕竟还是有很多很精密的细节 那以小尺寸的盒碗来讲 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偷胶 比如说脚底的偷胶啊 以及呢,像它有大量的这些喷嘴等等 当然也是做得相对比较简单 可是以这个尺寸来讲 我觉得做到这样的分色分件跟造型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那再来其他豆嘎的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蓝色的部分 它也是有做了预先涂装 比如说黄色的细节都是涂装的 那另外呢,它的蓝色的部分 事实上也有深色跟浅色 那包含呢,这个膝盖的下面这个 这类似动力传输管的部分 它也是里面透出来的黑色零件 所以分色真的做得相当的精彩 我觉得都是做不错 像这个部分也是 也是借由零件的分件来做一个完整的分色 所以其实以这个小尺寸来讲 我觉得真的做得不错 那另外Kiratoga它还有这个重装形态 就一个非常大的重装火炮 那分色的部分就跟刚才看到蓝色版是一样的 但是它后面的这个武器装备呢 就没有再做另外的分色 相对之下就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毕竟它的分色没办法做到那么细 那所以呢,这边如果要补色 其实它有很多小色块可以补到一个 就天荒地牢 那我们就看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好,那以下呢 我们就稍微简单的做一点笔图 那甚至呢,我们来贴一些符号贴 看看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吧 好,那么补完色,上完墨线 然后做了一些倾家工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头领高大概是8公分左右 那刺车比其实有稍微高一点点 那这边我们同场加印一下 这是Mobilus Ensemble第22弹 包含了GP03,坎贝拉,以及迪杰 那这三者呢,其实尺寸大概都是7.5公分左右 我们这边放在这里稍微做一下对比 那因为这一弹呢,我没有时间开了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边一起看了 那这一弹呢,其实它还是以 就是钢弹0083为主 那之前已经有推出过GP01跟02了嘛 那其实它有一些小配件其实做得不错 像这个盾牌部分,它其实是可以像这样 垂直收折或者展开 不过呢,它其实这样子蛮容易掉的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卡扣的结构 那另外呢,像是它的这个火箭炮的部分 它其实有附了两把,在同一套里面 而且呢,它是可以像这样子哦 就是对折收起来 所以呢,它的武器装备其实也是做得相当的不错 这是GP03的部分,包含后面推进器等等 都是做得相当的细致 那另外呢,这个坎贝拉的部分呢 它则是有两种造型哦 一个呢,就是全身红彤彤 那包含它的武器,以及呢 背上有一个像小背包 那同时呢,它的头其实是有做了 另外一个可以做换装的 就是头上它有一个两组天线 就白色天线,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突出 这红白对比也是非常的醒目 那以及呢,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大背包 包含两个蓝料槽吧 这造型上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突出 就是它的第二种形态 那以及呢,还有就是DJ 它的后面呢,有两个翅膀 这个也是阿姆罗的坐姬之一 那以及呢,它的这个光束刀的部分 有点像SGELUKUKU 那不过呢,这个翅膀其实很容易就会像这样 整个就弯折哦 那我是没有做另外的处理啦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稍微帮它 可能泡泡冷水啊 或是呢,做一些乐加工之后 可能会稍微改善这个变形的状况 那另外它也有蛮多武器的 像是它的光束枪 然后它的光束军刀 以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火箭炮 不过这个火箭炮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一点点因为弯曲变形哦 所以这个枪管有点往下垂的感觉哦 就是Mobile Suicide Ensemble第二十二弹 好,那再来我们就回来看这一次的Mobile Joint的第二弹 那首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刚刚的部分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加工哦 那包含哪一些呢,补色哦 补色的部分,包含它脚板的部分 不过呢,这边我一开始就想说 算了,不要偷就好了 就直接把它涂黑了哦 所以就变成像这样子 那以及呢,它身上有很多黑色的色块 那甚至连盾牌的部分 我都稍微帮它贴了独角兽的logo 因为呢,在之前我制作过那个 福岗牛SD的这个牛缸的时候呢 我把一些水贴用完了 所以这次呢,就只剩下 就是这个另外的这种独角兽的logo 好,那以及呢,它的枪的部分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黑色色调不太一样哦 因为我在上面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干刷 刷了枪铁色 让它感觉上面呢 就黑色上面有多一点点的层次 那以及呢,像它的这个 异状感应炮的部分呢 我也是有做了一些涂装哦 那甚至呢,像它的火箭炮的部分 好,我们稍微对照一下 这个是涂装前跟涂装后 那上面的黑色的部分 我也是有稍微干扫了它的枪铁色哦 让它层次上面呢 会更加的细致 好,这两把枪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以及呢,它的异状感应炮的部分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哦 这也是我稍微做了一点涂装 上面呢,我也是有稍微用黑铁色做点干刷 让它这个方块中间这部分呢 线条会更加突出 后面的部分也是如此哦 总之呢,做一些小涂装哦 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样的干哦 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那另外它的光剑的部分呢 它其实有两把嘛 一把是像这个 以及呢,还有另外一把呢 是前后都是它的光束的部分哦 那后面这边呢 它原本是没有做涂装的 像这样子 那我也是针对后面呢 跟它前面其实有涂了粉红色哦 让它颜色上面会稍微亮一点点 因为它本来是消光色 那但是呢,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就要先把它的后面这个背包的光束键呢 它先键明要拔起来哦 不然就会重复出现两把光剑这样子 在设定上不协调的状况 好,那这边呢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哦 那包含你可以看到 后面部分我也是有做了红色跟黄色的补色等等哦 有些细节还是稍微做了一点处理哦 包含就是头上的眼睛哦 跟它的监视器的部分等等的细节处理 那可动度基本上就是跟同系列差不多哦 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是做得不错啦 因为毕竟呢 就是如我们前面所提到 它其实是有内骨架的哦 同时呢,它也是有做了这个硬塑胶这样的处理 所以呢,在可动关节上面呢 其实感觉蛮紧实的哦 并不会像Mobilis 转身部那样子 有点松松垮垮的 但是呢,它的关节结构呢 喜不喜欢我就觉得见仁见智啦 因为像它腰部呢 它可以左右转 但是呢,没办法前后转 所以没有办法往前往后哦 做一个角度上的调整 只能左右旋转跟侧边的调整 那另外呢,它的宽关节的设计也是非常特别哦 那这边呢,在裙甲的部分 我稍微做了把它中间切开哦 那用铁丝贯穿过去 所以呢,是可以像这样子左右分开去做调整哦 那因此呢,你就可以稍微像这样子做一点 类似高贵姿哦 有点难啊,做不到,点多这样子而已 好,那它的这个宽关节设计非常奇妙 你可以看到呢,它是连着这个裙甲变成一个结构 所以呢,你在往侧翻的时候呢 事实上它这整裙甲也是要跟着动 那当然你可以再把裙甲拉回来一点点啊 让它造型结构呢 不会跑掉太多哦 但是呢,它等于是用最少的关节来呈现一个最大的可动度哦 就像这样子,好,那膝盖的部分呢,它也是球关 不过呢,因为后面这个结构会稍微卡到 所以呢,往后的角度就会像这样子 能到这里哦 侧边,然后呢,它这边膝盖也是球关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左右转 同时呢,还有包含脚的贴地关节 它也是球关 往前往后,侧向 那可动度我觉得都还可以啦哦 那以这个小尺寸的实玩来讲哦 这样子已经算是还不错了哦 那所以呢,这一次的NUGUN其实我个人觉得很棒啦 就蛮满意的哦 那包含很多细节,我也是用了这个刚才提到的枪铁 是稍微做一下干扫 让它城市上比较丰富一点点 好,那这边呢,我们就顺便看一下它的变形结构哦 因为它有这个HWS,就是它的重装型 那这边呢,在变形之前 首先要把它的胸甲先拆下来 哦,不过这胸甲还蛮紧的哦 先把这个胸甲像这样子整个拆下来 然后呢,直接换上这一个重装型的胸甲 哦,就是它的胸部的部分 那以及呢,它的裙甲部分也是如此哦 要把它的前面这一块,然后整个拆下来 好像这样 那这边拆下来,你就会看到 我其实在里面呢,就有埋了这个铁丝哦 让它贯穿,像这样子可以做可动 但是呢,这个重装型的部分我就没有再改了啦 因为很多细节就是改好完的哦 并不一定要每一个全部都改 好像这样子,把它装回来之后呢 它的前裙甲就等于是换装完毕了 好,这样子 那以及后裙甲的部分呢 则是直接挂上去 就另外一边掉了,再把它装回来 好,后裙甲的部分呢 则是像这样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 以及呢,另外一边的后裙甲 那还有呢,腿部的侧边的装甲也是如此哦 以及呢,另外一边右边装甲也把它挂载上来 其实锁装的过程都不难了 我觉得它的结构设计还是不错的哦 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做一些换装跟武器的调整 那最后呢,再把它的刚才这个背包再装回来 那以及呢,它的盾牌部分也是HWS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黑色部分我也是做了干扫 不过我觉得好像扫过头了 那前面这边我也是有稍微贴了 这个01跟独角兽的贴纸哦 像这样子,再把它装回来 像这样子就换装完成 以及呢,它的枪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换装成这一把枪 好,像这样子 这就是它的HWS重装型 那最后呢,还有它的这个精神感应炮 以及呢,包含它这个火箭炮也可以再装回来 放在这边,都OK的哦 就看起来就是身上的武器装备 包含它的装甲挂好挂满哦 看起来是非常热闹的感觉 这是NUGUN的HWS形态 我觉得这个形态我觉得特别喜欢哦 因为它的造型呢,就非常酷哦 那已经的装甲塞得满满满哦 这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活力强大的样子 好,这是HWS的NUGUN 那再来呢,看到这个SUSUBI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就加工比较少一点了 那主要第一个我补了偷胶 我就把脚整个补掉了哦 那顺便涂了一点红色 但是颜色跟它的成型色有点色差了哦 那本来想要整个全涂红哦 但是还是有点累啊,所以就算了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它身上有很多黄色的小细节 我也是稍微补了一下颜色 好,那看起来呢,颜色上比较丰富一些些 以及呢,盾牌上面呢 它本来是没有颜色的哦,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星级用的logo 那我就简单做了笔图啦 让它颜色上看起来比较完整一些些 好,那这边呢,SUSUBI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啊 它在,因为这一盒里面有两支啦 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的内骨架 其实它是完整的有一个内骨架的哦 所以如果你把外装甲全部脱掉的话呢 它的这个骨架的部分也是非常完整哦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个系列还蛮好玩 蛮不错的原因啦 就是呢,它的骨架也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好,那可动度我就不多看哦 那这一次呢,它除了盾牌跟它的光束枪之外 这光束枪其实我也是简单做一点干扫 让它城市上面变化更丰富一点 之外呢,它还有多附了一把枪 就是这一把枪 那这一把枪呢,是长城的光束枪 它可以像这样拿在手上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就是提着走哦 不过这提着走呢,它袖子会稍微卡到 那从后面这边挂上来,提着走 也是另外一个,就是重现它的冥场面哦 所以它武器部分呢,也是给的蛮完整哦 那包含了它的光束斧头 以及还有一把像这样的光束剑等等哦 这是它的武器装备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哦 好,那再来呢,就是基拉德卡 就是基拉德卡 好,那其实它的眼睛的部分 我也是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处理哦 让它看起来是有一点颜色的哦 这是它的眼睛的部分 那以及呢,在第一代的部分 我们就已经有看过了哦 这个是在眼睛的部分呢 我就稍微装了4毫米的这个珠光的零件哦 那这个应该目前不好买 我不知道现在哪里还可以买的到 如果知道的朋友呢 欢迎提供一下哦 以前我是在火车站后面的异品店买到的 那这一次呢,我是包含了 这个绿色部分,我就贴了这个粉红色 就是看起来比较像一般我们熟悉的 这种监视器的造型 以及呢,因为我有很多是不同的颜色啦 那其中呢,这个蓝色一直不知道用在哪里 我就想说,这一次它主色是蓝色 我就贴了蓝色的这个珠光贴哦 让它效果变得比较有趣一点点哦 好,那可动其实也都差不多 那不过呢,它的武器装备每一支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它的盾牌 它有像这个折叠式的盾牌 可以挂载在左边哦 以及呢,它右边这边呢 也是一个非对称哦 就比较像传统萨克那样造型的盾牌 那同时呢,它还有一把光束枪 造型大概就这样子 那身上也是有很多小的黄色的细节 我也是稍微做一点补色啦 如果没有补色的状况是像是这样子哦 但是呢,这一次我就只有单纯的补色 并没有进一步的做 比如说入墨,或者是做一些就旧化的处理 并没有 但是呢,我也是补了偷胶啦 所以这一次蛮莫名的就是 呃,时间不够哦 所以呢,简单的做一些处理 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 像这个部分我也是有做了补色 不是,是补偷胶的部分 我就把它偷胶部分全部都补了一轮哦 所以脚底的部分呢,我就稍微把它封起来 这个是有沾到白色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好,那顺便呢,我也是把它全身呢 就稍微入了一些墨线 那同时简单做了一点旧化 那眼睛的部分呢,就是 刚才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珠光贴啊 那事实上这个眼睛的部分呢 它也是可以左右的调整角度啦 去做一些旋转 那另外呢,它的武器部分呢 它有两个这个所谓的铁拳啊 这种榴弹炮 那以及呢,它的这个背包部分 这边我也是简单做了涂色 然后呢,它的很多机械细节 我就稍微做了点干扫哦 让它看起来呢,感觉好像整个这个金属感 机械感会更加的强烈哦 大概就这样子 那当然呢,它也可以进一步再回到 刚才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轻装型的背包 它本身也是有附这样的零件哦 那同时呢,它还有附了一把光束枪 而且呢,这一把枪呢 它其实跟蓝色的这一把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它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枪可以做替换哦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它这一系列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哦 可是事实上它有蛮多小细节 跟蛮多小惊喜的 包含这个重武装的装备的背包 但很可惜呢,在这整套里面呢 就只有一个这个背包而已哦 如果可以一次给了两个 我就觉得很棒了哦 我就很想再单买多一次的绿色的Gilatoka 总之呢,它这一次还是以 蜜夏的四部机体为主啦 当然一样还是延续了第一弹哦 Mobile Joint这个系列的特色 就是呢,它有很多的 延伸的武器装备 以及呢,它的外挂装夹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酷哦 所以呢,对于喜欢合玩 小的SD造型的玩家来讲 我觉得这系列真的也是非常好玩哦 好,那今天就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